这个斗牛士即将参赛 而他面对的对手将是整个斗牛生涯中从未有过的 体重足有半吨重的巨型公牛 身为斗牛士 他绝不退缩 带着所有家人以及爱人的祝福 丽迪亚上场了 而开场仅两秒 丽迪亚就被郑重击倒 牛角的顶撞 牛蹄的践踏 丽迪亚浑身浴血 重伤昏迷 虽然保下了一条命 但丽迪亚成了植物人 被送往专业的护理机构休养 男友马克痛苦不堪 他期待又害怕 那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也可能下一刻就会出现的苏醒之日 他甚至不敢去触碰丽迪亚 但马克依旧守在丽迪亚身边 等待奇迹发生的那天 这天马克偶然间路过一个病房 一位像貌宛如天使般的少女 也像丽迪亚一般沉睡 突然 少女居然睁开了眼睛 这一下可把马克给吓走了 马克通过主治医生得知 植物人是可以无意识地睁开眼 但并不代表他在看着 马克好奇心作祟 又跑去多看少女一眼 却被对方的男护工贝尼发现了 贝尼邀请他进屋一序 谈话间 马克得知了少女名叫艾莉 而贝尼则是艾莉的专职护理工 因为在业内口碑非常好 他已经无微不至地照顾艾莉 整整四年了 更让马克没想到的是 贝尼早在艾莉出世前 就认识艾莉了 因为他就住在对方的舞蹈室对面 透过窗户他就能看见 那散发耀眼光芒的艾莉 艾莉聪慧美丽又开朗 连老师都将他视作亲生女儿般教导 贝尼对他深深着迷 在窗台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 贝尼从小就开始护理母亲 剪指甲涂口红 肌肤护理等维持了整整二十年 这样的奇异青春经历 让他走上了护理专业 也让他养成了内向的性格 除了护理就没有其他爱好 也因为性格内向 贝尼即使有了绝佳的搭讪机会 也把握不住 他们的性格爱好完全不同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贝尼也对艾莉喜欢的舞蹈 默骗一窍不通 而狂热的贝尼依旧相信 能够打动对方 借着预约艾莉父亲的心理问诊 他前进了艾莉的房间 偷走了一个发卡 可这样单向的热恋 突然在一天里发生了改变 艾莉被车撞成重伤 成了职务人 而在护理行业内 口碑非常好的贝尼 成为了最佳的选择 虽然在性别上 艾莉的父亲有所顾忌 可这天赐的良机 贝尼假冒男童 也就顺利通过了 自此四年间 贝尼无微不至地 照顾着毫无意识的艾莉 贝尼看了几乎所有的摸片 看了每一场芭蕾舞表演 不停地给艾莉讲述着见闻 只为了艾莉能够康复 听着这般危险而推心致富的坦白 马克接受了这份信任 贝尼也建议马克 对利迪亚这样做 可理性的马克只信科学 觉得这一切都是无用功 植物人根本听不见 久而久之地相处 两个同样孤僻的男人 渐渐成了深交的好友 这天贝尼依如既往 给艾莉讲述默片的故事 可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 那是一部带有浓厚情色意味的电影 突然间气氛变得微妙 一切好像不一样了 一个月后 马克如往常般来到医院 却在利迪亚的病房内 见到了利迪亚的前男友 对方虽然已经分手 但依旧深爱着利迪亚 突然间马克的内心告诉自己 她是时候放手离开了 马克找到贝尼道别 表示自己将要出国 贝尼则表示她要结婚 跟谁 当然是艾莉啊 跟自己深爱的人结婚 有何不对 听着这般恐怖的话语 马克意识到了贝尼 已经忘记了职业操守 他立刻告诫着贝尼 艾莉是植物人 他根本不知道 你四年来做的一切 即使四年来每天每夜 肌肤知青无数 那也是出于护理的需要 而不是两方自愿的行为 刚才的话别说题 想都不能想 如果让其他的人知道了 贝尼可就麻烦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 贝尼的这些违背道德的话语 早就被人听见了 八个月后 在海外工作的马克 却在报纸上看到了 昔日爱人 利迪亚身亡的消息 他打电话给医院 想要找贝尼聊聊 然而却收到消息 贝尼因强暴了没有意识的爱力 导致对方怀孕 已经被判刑坐牢了 听着这五雷轰顶的消息 马克立即赶回国内 来到监狱中见到了贝尼 经过专家诊断 贝尼被认定为患有精神疾病 获得了轻判 可贝尼却不这么认为 他要求着唯一的朋友马克 去帮自己调查爱力的下落 他要知道自己孩子是否安全出世 是男是女 为了方便调查 贝尼还将自己的房子交给了马克 而来到贝尼那不给任何人进入的房子后 马克震惊了 贝尼对爱力的迷恋 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透过贝尼曾讲述过的窗台 马克看到了那舞蹈士 而舞蹈士中唯一坐着的人吸引了马克的注意 他居然是爱力 他醒了 奇迹居然发生了 马克找到贝尼的律师 了解到了具体的情况 爱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生下了一个男婴 但在出生时 男婴就死了 律师也告诫马克 千万不要告诉贝尼 爱力已经苏醒的事实 马克答应了 然而就在几天后 马克却收到了贝尼的绝命信 他无法忍受一个连爱力发卡都拿不到的地方 于是贝尼服下安眠药 去跟爱力梦中相会了 急忙赶到监狱的马克 还是来晚了 贝尼只留下一封信 将自己的房产送给了唯一的朋友马克 再次孤身一人的马克崩溃了 他看着那封绝笔信 气不成声 到了葬礼上 马克将贝尼心心念的发卡 放进了棺木中 葬礼结束后 他去看了一场舞剧 黑暗中 他的脸上滑下泪光 而这 只有身后的少女 看在眼里 那正是爱力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对他说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